大家好,今天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家乡酿苦瓜 首先苦瓜我们去头去尾,然后切成段 然后掏去中间的瓜囊备用 猪肉我们切大块,放入绞肉机 少许泡发好的香菇和一点姜和葱 然后用绞肉机打成肉末 猪肉馅中我们加适量的生抽还有蚝油 再加适量的盐,鸡精,胡椒粉,还有料酒 再加一勺的淀粉,然后我们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开始酿苦瓜了 下面我们热锅凉油,放入苦瓜 我们小火慢煎转动铁锅 目的是为了边边的也能煎到 小火慢煎至一面金黄色的肉 我们翻煎另一面 这时候我们来点豆豉还有钻末爆香 爆香料头之后我们加适量的汤水 再来少许的生抽、盐和鸡精调味 盖上锅盖之后我们中小火焖煮18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少许的水淀粉进行勾芡 出锅之前我们来点尾油翻炒均匀 这样做出来了酿苦瓜 咸鲜香嫩清淡不油腻 而苦瓜清热解毒 拜火又开胃 喜欢的能否给一个小明星支持一下呢 真心的感谢您了 我们下期再见